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 姑娘 你们没事吧 姑娘 我没事 公子 我刚刚没有撞疼你吧 公子 姑娘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我没事 我说你这人 怎么往人家身上撞 多谢公子相救 公子 我刚刚实在是太冒失了 我真的没有弄疼你吧 公子 我说你这女子 怎么这么不知廉耻 该上手了 爹 咱们走 别吃了 走 公子 公子 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在下沈蝶一 蝶一 别理他 我是韩玉 你可真是个本乡啊 说什么我有言语 有言语是蝶一啊 可 可瓜算得确如此啊 还乱说 原来他就是沈蝶一 你再说一遍 沈学子在带棍球比赛中 受了很重的伤 你没听错 一字不差 过来 小姐 怎么又是我啊 听话 乖 去 沈棍子 沈棍子 你谁啊 我是韩玉儿啊 你忘了吗 我们之前在宁三阁见过的 那天我 尚管守卫森严 你是如何进来的 我 我翻墙进来的呀 那你来做什么 这些天 我左思右想 觉得那日匆匆一别 还有很多话 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所以 所以就写了这封信 于而自自情真 希望沈公子不要嫌弃 韩姑娘 信我收了 还请你回去吧 你一个姑娘家的 擅闯上议馆 被人知道了不好 听说你受伤了 我都要急死了 怎么能这样一走了之呢 你看 这是我给你带的药 我来帮你上药 这样你就能早日康复了 韩姑娘 我的商语不大呀 不行 不行 我必须要看看 我来帮你看看 不不不 韩姑娘 韩姑娘 我来帮你看看 别别别 我帮你看好了 韩姑娘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韩姑娘 住手 我们薛官怎么会来的个女人啊 我来找沈公子 关你什么事 原来是你啊 你不在宁香阁好待着 来我们商议馆干吗呀 什么宁香阁 我爹是当朝兵部尚书 我是韩家的独女 韩玉儿 不管他们了 沈公子 我来帮你上药 不不不不 你别动 韩姑娘 我不能接受你 因为 我有一众人了 你说 是谁 我喜欢的人 是他 好吧 时至今日 我终于可以将这份感情说出口 我之前没有说出来 是我怕我说出来会失去你 这样我会更痛苦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不会放手的 韩姑娘 我无法接受除了子安以外的 任何一个人 就算这是一段孽缘 我也愿你就此沉沦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可算是走了 刚刚你们也都看见了 这韩月儿实在是难缠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子安 你不要介意啊 胡闹 子安 子安 吓死我了 爹一 原来你是在演戏啊 爹一 你这算演哪门子的戏啊 你就算是要找个挡箭派 也应该找我呀 他刚刚在我旁边啊 那你也不能拉他呀 你可记得 我和你之间 我才是 唐舅华 你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我们的关系 你要找人搭事 也应该是找我才对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下次找你好不好 下次 你还想有下次啊 没想到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看 来了来了 杨学子好 杨学子 杨学子 难道他们知道 宿舍发生的事情啊 杨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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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如此的神色匆匆呢 杨学子 杨学子 痛快 爹一 你倒是痛快了 此案狂怕被你吓坏了 他 我管不了他了 大不了晚上回去跟他好好赔罪 这酒 我让独孤给我带的 杏花村酒寺刚酿的新酒 快尝尝怎么样 爹一 我记得你并不耗酒 怎么最近对酒如此着迷啊 那你有所不知 我以后呢 可是要开酒楼的 酒楼 作为沈家的少主人 自然要担心自家的生意 我倒要趁着独孤这个行家 再好好学习学习 原来是这样 小桌移情 好饮伤身 能少喝就少喝 来 这酒 入口还算绵柔 但是味道稍显寡淡 缺手鱼 嗯 你们俩不愧是喝酒的行家 我呢就是个俗人 喝不出什么好坏 在我这看来啊 能卖出好价钱就是好酒 卖不出来就是水 这酒口感一般 若要上市恐怕难以长生 那你如何打算 我打算呢 合咱们三人之力 古今结合 创造出一款绝世好酒 从今天起 我们三个就叫 酒鬼三人组 等下第一 还有我 我恐怕不行吧 欣云 酒料的配比 需要精密计算 还是得你来 至于独孤不用说了 行家 我的酒楼呢 以后就仰仗各位了 好吗 好吗 好吗